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作的语言技巧 每个同学都渴望能听老师一堂课 迅速地提高他的写作水平 盼望有什么法宝交给他 写作的技巧是没有的 这是作家石铁生说的 但是当你能够把朦朦胧胧的心里想的事情 迅速地把它捉拿归案 这是他的原话 把它捉拿归案 这也算是一种技巧 也就是说你要学会这个本领 我们每时每刻脑子里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顺序万变的 如果你散观点一下子给你抓到了 这就算是写作的语言技巧 写作语言是有特性的 不管每个人的讲话 语气 声音 腔调 轻重 谎极不一样 但是它有共性 比如说语言具有创造性 但是先看一下这个短信 这个短信不能算作创造性 这是一个手机短信 说的是学生造句 语言很有创造性 但你们看看一下 这个创造性值不值得提倡 我其中的一只左脚受伤了 用其中造句 老师批语 你是蜈蚣吗 题目陆陆续续 下班了 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 老师批语 你究竟有几个好爸爸 题目欣欣向荣 我的弟弟长得欣欣向荣 老师批语 你弟弟是植物人吗 题目难过 我家门前有条水沟很难过 老师批语 老师更难过 题目又又造句 我的妈妈又矮又高 又胖又瘦 老师批语 你的妈妈是变形金刚吗 题目况且 一列火车开过 况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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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批语 我死了算了 他确实如果教出这样水平的学生 他确实死的心都有了 而这是真实存在的 从幼儿园到小学 到初中到高中一直到大学 我们都还存在这种认知 好像是认了 写出来是错的 这种创造性 撒撒尼太大 不要也罢 我们先知道一下 创造性的定义 创造性指的是 语言能在瞬间 创造截然不同的客观世界 你们就坐在这个教室里面 你们看我给你的几个语言片段 在你的老海中幻化的图景 画面是肯定不一样的 是吗 你看 沙滩 海浪 太阳散 再加上一瓶可口可乐 这就是一个度假区 而且这是一个海滨度假区 是不是 如果是在山上 就没有什么沙滩可言了 现在人们都跑到乡村去 跑到郊外去 跑到山区去 去吃土鸡 吃土菜 那个是山区度假村 转瞬之间 硝烟弥漫 大炮轰鸣 冲锋号在吹响 立刻将我们带入 战火风飞的战争场面 你没有经历过战争 你可以感知得到 这个图片就是二战时候 德军跟苏军对峙的时候 转瞬之间 再来 月亮挂在卖浪翻滚的天边 春冬头的狗在叫 这是一幅农村的图景 如果是春冬头的大狗在叫 那就没小狗什么事 如果是春冬头的大黄狗在叫 那就是没有大白狗 小白狗 中白狗 或者春冬头所有的狗 没它什么事 包括春冬头的大黄狗 所以说语言它有创造性 同时它是会可以受到限制的 是可以有局限的办法的 创造性 很多的歌词就具有创造性 我这里说的是那些明白小唱的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歌词 不是像今天什么 花儿乐队说已经解散了是吧 刷刷刷起刷刷 终于没办法再下去了 化蝶飞也飞不起来了 像这些 腾格尔歌星是江山带有人才处 一阵子一阵子的 目前腾格尔也不吃香了 可是当时腾格尔的歌声能够震撼人心 那是因为他的歌词 最早的时候 人家不知道脏房是什么颜色 他告诉了你 是洁白的脏房 草原 人们想象不到 他到底有多辽阔 通过腾格尔的歌声 通过他的歌词 你可以感同身受 在现实生活中 创造性是无处不在的 语言的创造性 女孩子在分建时候叫卢家 后来叫丫头 后来叫姑娘 后来叫妹妹 现在叫亮妹 还有新的名词诞生吗 目前没有吧 男孩子 相公 我们江苏老家 我的老家现在还叫相公 我如果回去的就是 啊 斯嘎的大相公 嘎来了 斯嘎的大相公回来了 后来叫小伙 后来叫帅哥 帅哥还不够 酷哥 据说是自从刘翔 创造的世界纪录以后 又一个新名词创造出来了 那就是行狼 你好有行哦 你好好有行哦 然后下面的这些 曾经你们都在内的 就是你们这群学生创造的语言 现在已经过时了 已然过时了 可是当时风靡一时 是不是啊 天才 天生的蠢才 听得我老汉一愣一愣的 还有这么表述方法的 对吧 哦 丑女是恐龙 丑男是青蛙 我还是很欣赏这个总统 就是总理的马桶 英雄是英国的狗熊 老板是老板的脸 固然是调侃 他还是有创造的成分在 还回到语言的创造性来讲 语言 刚才讲受港台的语言 大舌头语言 入侵很严重 爸爸不叫爸爸 叫爸爸 妈妈不叫妈妈 叫妈妈 肉麻 鸡皮疙瘩飞起来不可 美女是可怜 没人爱的女人 是吧 前几年 影帝下雨 演过一部电影 叫做独自等待 里面有一个台词 有一个对话 我认为就很有创造性 是吧 他的女朋友来了 这个男朋友肯定要招待 你喝什么茶 他说除了警察 什么茶都可以 我觉得这就是很有创造性的 是不是 因为警察在中国 滥用职权的很多 他把为人民服务 变成了治理人民 所以说警察让人嫌弃 多数警察吧 不假 好的 少数警察是不好的 让人嫌弃的 我们要必须这里纠正一下 然后这个夏宇和这个源泉就 眼着眼着就结婚了 在每个时代 都有每个时代的时髦语言 时髦话就是具有创造性的 今天 看不懂 不叫看不懂 叫晕 不满意 叫靠 动不动就我靠 提意见叫拍砖 坚决支持叫狂顶 支持叫顶 坚决支持狂顶 不忠叫外遇 东西叫东东 有本事叫有料 请吃饭叫饭局 说到东西 就是我们的先人 我们的祖先创造的 长安 长安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城市 当年的罗马 只有他的六分之一大 长安城 举个例子讲 唐太宗的时候 唐贤战 去天主取经归来 唐贤战 派他的礼仪官员出城去迎接 礼仪官员出城 被长安城涌出城外 自发 欢迎玄战的 二十万人的人群 人潮 所淹没 没有接到玄战 玄战就在长安城外 住了三天 然后才被接到城里来 你就知道长安有多大 自发的出去迎接一个和善的人 就达到二十万人 人多了 不好管理 就要分成方 街方 街方 方 也就是市井 人分成一百多个方 在长安城里 安顿下来 住下来 他要生活 他要去买东西 就在东面 设立一个市场 叫东市 人们就跑到东边 去买东去了 西边的人到东市 去买很远 就在西边 管理者再设一个西市 然后买西 然后问你 你干什么去了 我去买东去了 你干什么去了 我买西去了 然后在买的过程中 发现 东市有的东西 西市没有 西市有的时候 东市没有 两边都买 你干什么去了 我买东去了 我买西去了 简化一下 就是买东西 东西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 它不是空穴来风 不是无中生有 我们经常说 我们的新闻报道 很乏味 那就是因为 它的语言很乏味 因为它的语言 没有创造性 因为它的语言 总是用一种统一的 约定俗成的语言 是吧 我们简称叫做新华体 新华社通电 那么2005年 我在这里有意省略 哪一张报纸 福州的一张报纸 难得有这个记者 写了这么一篇 语言比较生动的 应该说带一点 创造性的报道 福州这些年 确实变化很大 但是变化的程度 同样一个福州城 程度有深浅 比如说 你们都去过南江兵公园 南江兵公园 确实像欧洲 对不对 像江兵大道 五四路 确实建设得很不错 可是也有的地方 落后的像非洲 好比王庄新春 好比荷兰新春 好比上海新春 同学们不要忘记了 上海新春 当年在五十年代 建起来的时候 六十年代初建起来的时候 那是为了接纳 印度尼西亚等等 东南亚 当时反华排华的浪潮 我们接收被赶回来的华侨 所以说上海新春 算当时在福州 很好的新春 一个男的 如果找了一个女朋友 在上海新春 他恨不得向全世界昭告 我的女朋友住在上海新春 就是有点像住在贵族区 富人区 可是今天 上海新春你们再去看 白马北路正在拆 拆旧建新 半个世纪过去了 他成了危防 已经像非洲一样落后了 还有的地方 这个记者写 高高低低 向新加坡 他指的是二环 高架桥 每过一个狮子路口 为了让底下的车辆好通过 高高的 一个坡度起来 新加坡 那可不是那个新加坡 这个记者 他会把外地人这种观感 又很生动的语言 我认为是富有创造性的语言 给他表达出来的 生活中间老百姓 就是这样创造语言的 新加坡 我觉得很生动 这个讲到创造性的话 比如说 我们现在去旅游 整个国庆节 人满为晃 所有的旅游景点 拥挤得不得了 富州到泉州 路上要走六个小时 两个去矮门的来回都有了 去厦门不过三个小时 正常情况 可这国庆就堵成这个样子 那么去旅游的人 大家都有体会 导游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什么 上车睡觉 下车三料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照相 导游不叫三料 就叫唱歌 是不是 男的左边 女的右边 车子两边就分了 男女的组合汉界 很好解决 大地是你最好的去向 那么 语言的创造性 并不是单一的特性 语言有很多种特性 我们要讲到第二种特性 那就是语言的准确性 语言准确性的定义 它指的是当下这一刻 语言使用的独一无二和无可替代 你们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精神 推敲 像甲岛一样推敲 了述 池边树 声敲 乐 下门 原来是声 推 乐 下门 经过它的推敲 变成了 敲 你一定要想到 我这个词用在这里 是不是 独一无二的 是不是 无可替代的 作家林金兰 是发表 万真奇小说的 《伯乐》 万真奇小说 在八十年代初出来的时候 它的第一篇 八十年代就是一九八零年 在北京文学上发表 它的小说叫什么 《授戒》 讲一个小和尚名字 跟一个小女孩英子的 朦朦胧胧胧的初恋 当时没有人认为这是小说 林金兰认为这是给他发表了 引起全国的轰动 可是当年 一九八一年 中国第一次评短篇小说 用中国短篇小说讲 中国中篇小说讲 万真奇的授戒落选了 还是有评委认为 他不是小说 后来当这个授戒 在越来越多的受到追捧 受到越来越多的 读者的拥护和喜欢以后 第二年 在凭第二届 中国短篇小说选的时候 就把万真奇的大闹济世吧 平成了中国优秀短篇小说 其实是为了补偿当年前一年 没有把授戒平上的一种缺憾 那么万真奇的小说语言是什么 林金兰说 无论如何语言是读完的关键 万真奇语言的风格是 简洁平和加准确表达 我们后面要举例子 我们在再往后的第六章 讲到小说的类型的时候 要重点讲万真奇 那么这两个可爱的老头 林金兰去年去世了 87岁吧 88岁 万真奇1997年去世了 才76岁 两个小说大甲 这是中国短篇小说的大甲 高手去世了 语言的准确性 首先要懂得准确的浅词造句 起码要把德地德弄清楚 到今天 我不懂得你们09级的福州大学的中文系学生的水平 因为我过去教过基础写作的时候 我布置做周文 一次作业我就知道了 你们的水平怎么样 但是我相信 你们的水平不会低于08 07吧 但我敢保证 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把德地德准确使用吗 先准确使用德地德 我知道现在学生中间有一种趋势 那就是白勺德派 一白到底 一勺到底 就像那个一句到底 他什么标点符号都不用 他只用一个句号 这是偷工减料 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